今天4月15日 亦都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今年已經是第七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亦都是由我擔任主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籌辦的 第二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未能夠好像去年 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舉辦一系列的實體活動 但是我們也是同樣重視 在香港舉行這第二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所謂宣傳推廣的活動 是在線上 以線上的形式來進行 特別製作了一套五分鐘的特別節目 來介紹國家安全的概念 公務員學院也有網上學習 國家安全的事務 亦都有一些兒童的繪本 少數族裔的語言製作的其中一部分等 香港電台也都有一些特別的節目 所以在這裡也都是鼓勵大家 可以去國家安全的專題網站那裡瀏覽 我們在這裡也會看到 感谢观看